大家好,我们很多朋友在炒丝瓜的时候 炒出来的丝瓜不仅发黑,而且特别容易出水 今天教你几个小技巧 炒出来的丝瓜翠铝不出水,而且特别的好吃 首先我们先把丝瓜的丝瓜皮削去 然后把丝瓜切成滚刀块 不喜欢滚刀块的,也可以切成细长条 滚刀块稍微切大一点,不要切得太小 因为丝瓜炒过之后会缩水 准备一个盆子,把丝瓜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往丝瓜里面加入半勺的湿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丝瓜 把丝瓜浸泡在盐水里面,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准备一个红椒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个青椒也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几个大蒜切成蒜片 再准备两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打入三个鸡蛋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和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加入食盐 加点鸡精 88粒白糖 再加一点玉米淀粉 再加点清水,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备用 把泡在盐水里面的丝瓜捞出来 锅里水已经烧开了 加一点食用油 然后放入丝瓜焯水 加入食用油焯水 可以让丝瓜保持翠绿的颜色,不变色 焯好水之后捞出备用 再起锅烧油,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炒熟之后铲出备用 再起锅烧油,下入葱蒜炒香 接着再放入青红椒 稍微翻炒几下,再倒入鸡蛋 翻匀炒熟之后,再放入丝瓜 接着继续翻炒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加入的玉米淀粉,可以锁住丝瓜的水分 防止丝瓜出水 翻匀炒熟即可出锅 一盘美味的丝瓜炒鸡蛋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不发黑,不出水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好了,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